1万个客制化象征警察和疫警合作无间图案的医疗用口罩相当美观好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身兼疫警三中队中队长的基隆市议员苏仁和 在特助林昆明以及有二里长苏丘福配同下 特地到警察局第三分局制证三分局包括辖下 各派出所远警7000个口罩 以及疫警三中队队员们3000个口罩 总共1万个客制化医疗用口罩 协助警方和疫警共同抗疫 维护好社会治安和交通 疫警的立场上中队长的立场 我们的顾问团 我们跟我们的顾问团就决心1万个口罩 那给我们第三分局我们所有的派出所 还有七层的远警跟三分局的所有的同仁 在这个未来的防疫上 能够更有所能够防防自身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疫警的弟兄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照顾到自己本身的安全 对于议员和疫警 山中队的支持 三分局分局长代表远警们由衷感谢 那今天特别谢谢中队长这边 捐赠这样的一个防疫物资给我们 那其实现在不管口罩快塞剂酒精 这些对于我们第一线要接触民众的 这些公务单位来讲也好 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防疫物资 所以这边代表三分局 特别感谢中队长团长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做好我们警察的本份工作 不管治安交通未明服务 这部分就请社会各界再给警察多多的支持 那我们会持续的把工作做好 苏仁和特别感谢三分局远警们 在严峻的疫情中执勤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